第三回 子虚过关 当李妍睁开眼睛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是一台白色的灯鬼 周围嘈杂的呐喊声和刺鼻的香烟味道 让她有些头疼 她摸着水泥地板坐起身来 双眼四过 李妍此时骑坐在墙边 正对着的是一块五米剑方的拳台 左手边环绕开来 高低错落不下几百个座位 挤满了人 此刻 正冲着拳台声嘶力竭的呐喊着 麦莉挥舞着手中白色纸绢 双眼发红 这是 地下黑拳 那胖子人呢 李妍喃喃自语 而此时此刻 在无比嘈杂的环境当中 有一道沙哑低沉的嗓音 清晰无比地 传进了李妍的耳朵 行走大人 欢迎来到妍府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新的身份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请放心地 大闹一场吧 紧接着 李妍清晰地看到 一旁墙壁上 有烟熏出来的黑色小字 时间 公元1986年 位置 望角 北纬22.35度 东京113.5度 香港新界以北 九龙城寨 鼻子 脏乱 拥挤 暗无天日 贩毒 走私 杀人 抢劫 赌场 猖管 鸦片烟管 海洛鹰管 犬肉食堂灵力 治安混乱 黑恶势力猖獗 这里是罪恶之城 垃圾之城 这里是暴力之城 也是暴力之城 本次严附事件的要求如下 一 在九龙拳台上 打至第七类 二 获得任意古小说 勾尘路本残片 三 唤醒古小说 勾尘中的孤惑鸟 完成任意条件时 岩浮事件 正式开启 你可以逗留的最长时间为 一个月 请注意 一旦输掉全赛 则无视当前岩浮事件进度 即刻回归 莫的馈赠 获得额外的购买权限 1-1 你的个人信息如下 姓名 李延 状态 高热 发言 出血 专精 鼓舞数 81% 李延站了起来 盯着专精内行 看了一会儿 总觉得 这其中有什么 意犹未尽的东西 只是现在 自己还摸索不出来 正在李延 思考这些的时候 一直带着汗臭 和廉价香烟味道的巴掌 冲着他的头 打了过来 李延抓住来人的手段 刚想发力 耳边就听到了 一阵爆炒豆子式的贺骂 咱到这里办正事啊 扛家残 撑他大权啊 他瞟了一下来人 大概四十多岁 穿着一身 不大合身的西服 一脸的横肉 豆子大小的眼睛圆睁着 有点凶物 也有点滑稽 李延迅速低下头 松开那人的手腕 用余光扫了一眼那面墙 果不其然 只剩下杂乱的烟子 什么字都看不出来 那人本来被李延的眼神 吓了一跳 看见李延低头 又迅速恢复了嚣张气焰 整理一下自己的西装 朝地面上 脆了一口 嘴里嘟囔着 啥呼呼 李延沉默地往全台上走去 心中却微微站立着 如果他真的能让我来到 一九八六年的香港 那就没理由治不好我的病 台上的由头粉面的主持人 对着话筒 用夸张的语调喊着 试图调动起现场的气氛 下面 有请今晚我们下注 额度最高的选手 他就厉害了 号称今晚要奏通关 大白台下全部六位拳手 李延对于这样的环境 没有感到半点的不适宜 音像店的那只怪物 激发出了这个男人身上 久违的力气 他走到全台边上 刚要上去 却被一旁戴着黑墨镜的 保安人员拦住 那边 那人指的这几名 站在全台下面的拳手 这时候 场上忽然爆发出山枯海啸一样的呐喊声音 李延一抬头 一名皮肤有黑 双臂暴凶的惊悍男人 登上了擂台 李延似笑非笑的 看着台上被称作查猜的男人 他穿着紧身背心 浑身上下肌肉球紧 膝盖和手肘都接着厚厚的老紧 似乎感受到李延的目光 查猜一扭头 笔直地盯住了台下的李延 李延与查猜的目光交互了一会儿 朝那五名站在台下 等着查猜挑选的拳手走去 心中却暗自惊疑 他从这个男人身上 看到一丝晦暗的红光 而其他人似乎并没有察觉 更有意思的是 他打量起身边这几名拳手的时候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样的红光 只不过比起查猜来 还要暗淡一些 台上的主持人耸了耸肩膀 用故作轻松的语气 说道 查猜有多凶猛 就不用我多说了 买他赢的赌客今天有得赚 接着 请查猜选出 自己今天要对战的第一位拳手 查猜凶残如狼的眼神 一直盯着李延 直到他走到拳手的位置中间 才仰手示意主持人 拿手指指向了李延 台下一片虚舍 这个脸色苍白的高寿年轻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能打的 一些拳台的老赌客更是赌地 这人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生面孔 不是头脑发热 想拽快钱的四九小混混 就是负债太多 被人逼上拳台的学生仔 主持人看了一眼手上的单据 大声喊道 查猜选中全手李延 李延登台 李延活动了一下肩膀和脖梗 单身上台 查猜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 冲着面无表情的李延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李延顶着对面身体左右晃动的查猜 身子稍微后倾 摆出了一个扣百步的架势 有的观众在台下吹起口哨 头身材 半里小龙你也打不赢啊 哎 比一场啊 咱们淡散学学变身打两下 后期场就热闹了 场下的不少人都是抱着查猜 能连赢六场的心思来看比赛 更别提那些下注赌查猜斗通关的赌客们了 这个名叫查猜的男人 出生在泰国南部董礼府 跟随的泰拳老师 是号称泰南会星的拳王奶服 他学习泰拳二十年 踢断过不知多少棵酸干树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 查猜也不敢扬言 要在龙城擂台上斗通关 忽然 查猜冲了过来 一记又凶又快的直拳直奔李延面 左脚微不可查的一致 脚下的膝状已经叙事待发 这也是泰拳里较为常见的攻击套路 以直拳作为阳攻 用膝状打开局面 一旦占到便宜 就是暴风骤雨般的肘击和膝击 李延往左跨步 左掌微躯去搭查猜的拳弯 往上一抬 右手从查猜右臂外侧 笔直穿过 后向查猜拨梗 这鬼魅一般的速度 让查猜一惊 自己膝盖还没有抬起来 可对方的手掌 比自己的喉咙不足一致 他下意识往左翼躲 眼前的李延 竟然消失不见了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膝盖窝好像被小狼头狠狠击中的 插猜下身一软 整个人跪倒在地 豆子大小的冷汗 层层而落 在他身后 是神色冰冷 刚刚站起来的李延 看台前排 一个脖子戴着金链子 穿一身白色西装的男人 歪了歪脑袋 喃喃自语 嗯 自虚过关 打挂着 西装男人看得清清楚楚 李延是从查猜搁着窝穿过 一脚蹬在了他右腿的膝盖窝上 正是八卦掌中的 子虚过关 台下的观众一片哗然 什么情况 泰国老一个照面 就被打倒在地 还是被一个 谁也没有见过的生面孔 不少人怒骂着 把手里的纸券扔到场下 群情激愤 大伙都质疑查猜打假赛 查猜阴沉着脸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右腿 冲着李延扬起了拳头 该我了 这次 换作李延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又直拳击向查猜的领夹 查猜慎慎重地护住了脸 结结实实地挡住了这一拳 不料 李延右腿弹踢 小腿踢向查猜的裤裆 正是刚才查猜的意图 查猜眼中凶光一闪 李延的打法对他来说 是莫大的羞辱 尽管西窝还在隐隐的疼痛 但是他想也没想 就一记西撞 就能够上去 而查猜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的小腿抬起来没有多高 威力远远不足的时候 李延还在空中的小腿方向 往外笔直地运着 再次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凶狠地踹到了查猜的膝盖边上 台下人群的呼喊声音 夹然而止 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 查猜的膝关节 被李延硬生生地踢断 整条小腿呈现出诡异的角度 而查猜的人也失去平衡 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李延一边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那里正有两道鲜血流下来 他一边瞥了一眼 瞪圆了眼睛的主持人 扬了扬下巴 宣布吧 那名主持人正正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茶猜 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这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本 本场全赛的获胜者 李延 扬言斗通关的查猜 第一场就被人打烦 就是经验再丰富的老赌客 也跌碎了一地的眼睛 拳台上的李延 面无表情地扬了扬手 不是要斗通关吗 查猜输了 下面谁跟我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身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